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全球定位系统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隐形的网络 GPS与全球同步 二从零开始的地图创造者 三速度之谜 GPS揭秘移动速度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隐形的网络 GPS与全球同步 在探索人类历史的浩瀚长河中 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类似乎开始拥有了一种 近乎神话中的能力隐形的网络 这不是指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 而是一种将全球紧密 连接在一起的技术奇迹 全球定位系统 GPS与全球同步技术 想象一下 几个世纪前 如果你告诉一位探险家 未来的人们 能够在地球的任何角落 随时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 他们可能会认为 你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使者 然而 这正是GPS做到的事情 这项技术的背后 是一个由至少24颗卫星组成的网络 他们如同天空中的隐形守护者 24小时不间断地向地球发送信号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想象一下 你正在使用手机的地图应用导航 突然间 你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条路径 指引你穿越一片森林 你跟随着这条路径 最终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宝藏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冒险故事 但实际上 这正是GPS技术带给我们的魔法 当然 现实生活中的宝藏 可能是一家你从未发现的咖啡店 或是一条通往未知景点的秘密小径 而全球同步技术 则是另一种隐形的魔法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信息 金融交易和通信 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时进行 全球同步技术 确保了世界各地的电脑系统 能够精确地同步 就像一支精准的交响乐团 这意味着 当你在纽约进行一项金融交易时 你的交易信息 可以在几号秒内 被另一端的伦敦或东京接收和处理 这些隐形的网络 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了 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在过去 人们需要依靠天文观测来确定位置 而今天 我们只需清除手机屏幕 从海上航行的探险家 到现代的旅行者 从古老的日轨 到精确的原子中 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掌握 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所以 下次当你使用GPS导航 或者享受全球同步带来的便利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一切背后的科技奇迹 和人类智慧的结晶 在这个有隐形网络编织的世界中 每一次点击和滑动 都是对人类创造力的一次致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从零开始的地图创造者 在探索从零开始的地图创造者的故事之前 让我们先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没有Google Maps的世界里 试图找到最近的咖啡厅 你可能会结束在一个卖马铃薯的市场 或者更糟 走进一个只卖地图的书店 发现他们唯一的地图 是一张宝藏地图 指向的是更多地图的地方 现在 让我们回到正题 在现代社会 我们对地图的依赖 几乎是理所当然的 但在古代 从零开始的地图创造者们 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何将他们眼中的世界 转化为一张可用的地图 首先 我们得向这些古代的地理信息系统 GS 专家致敬 他们没有卫星图像 没有GPS 甚至没有方便的小工具 来测量距离 他们的工具 星星 太阳 一根棍子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记忆力 他们是真正的 从零开始的地图创造者 用脚步测量土地 用直觉和观察来绘制地图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古代探险家 你的任务是绘制一条 从你的村庄 到最近城市的路线图 你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 只能依靠天文观察和地标 你开始你的旅程 用一根棍子 在地上画出你认为的方向 然后用石头标记出重要的转折点 这听起来 可能像是一场现代人的噩梦 但对于我们的古代地图 创造者来说 这是日常工作 这些地图创造者的工作 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挑战 更是一种艺术形式 他们的地图 不仅要准确 还要美观 有些古代地图被装饰以精美的插图 和装饰边框 这些地图不仅是导航工具 也是艺术品 当然 这些地图创造者也犯不错 有些古代地图上的未知之地 被描绘成充满怪兽和传说中生物的地方 这让我们想到 也许他们也有自己的版本的这里有龙 总之 从零开始的地图创造者 不仅是地理学家和探险家 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和故事讲述者 他们的工作让 后世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 即使他们的地图 有时候会让人不禁笑出声来 在这个GPS和数字地图主宰的时代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用星星和太阳来导航 用手绘地图来记录世界的先驱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速度之谜 GPS揭秘移动速度 在探索速度之谜的过程中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现代科技奇迹 GPS全球定位系统 这个系统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旅行方式 还揭开了移动速度的秘密 但在深入探讨之前 让我们先来点幽默 你知道卫视魔GPS永远 不会成为一名成功的喜剧演员吗 因为它总是认真的告诉你你的位置 而从不懂得时机 现在让我们正经起来 深入了解GPS是如何揭秘移动速度的 GPS系统由至少24颗 运行在地球轨道上的卫星组成 这些卫星发送信号 让地面上的接收器 能够计算出其精确位置 但这里的关键不仅仅是定位 还包括了速度的计算 当你在移动时 你的GPS设备会接收到 来自不同卫星的信号 通过计算这些信号的传播时间 设备可以确定你的位置 但这还不够 它还会连续计算这些位置 并根据位置的变化 来计算你的速度 这就像是你在跑步时 有一个看不见的朋友 在连续拍摄你的位置 然后告诉你你跑得有多快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根据相对论 时间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变慢 这意味着 理论上 如果你移动得足够快 当然 这需要接近光速 GPS计算出的时间 会比实际时间慢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速度 但这却是一个 令人着迷的思考点 在极端条件下 我们的移动速度 甚至可以影响时间的流逝 最后 让我们以一个幽默的结尾 来总结这次的探索 下次当你使用 GPS导航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个小小的设备 不仅帮你找到了目的地 还默默地揭示了 宇宙深处的速度之谜 而你 就是这场宇宙及探险的主角 对于这些隐形的网络 GPS和全球同步技术 我们应该感到惊讶和感激 它们不仅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方式 还让我们重新思考了 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从古代的地图创造者 到现代的GPS导航使用者 我们都能在这些科技奇迹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 现在轻松一下 让我们来看看 观众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 你们对隐形的网络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有过使用 GPS导航的有趣故事 或者你对全球同步技术 有什么好奇的问题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